我这个资料挺好的 这个是 大哥是买衣服吗 给老婆吗 还是给孩子买啊 你只剪破衣服啊 想开店啊 大哥 你干什么呀 我们这是买卖啊 你们要是不买就出气 出去 小胳膊小腿想让我出去 今天老子一个人把店都包了 谁都不准买 你们要再闹事我现在就报警 你报啊 警察来了 他能信任我买东西 兄弟们 随便挑 你给我在这儿盯着 如果他们来了 你就给我打电话报警 然后给我打电话 他们要齐摩托跑了 你就给我齐摩托追上去 我要看看他们到底去哪儿 是谁带来的 好吧 好 哥 他们上午没来过 都是下午两点左右才来 你们走吧 我留在这里 他们来了我知道该怎么办 姐 这个时候他们差不多快来了 姐 快帮你们拿着了 好 是他们三个吗 是 姐 怎么办啊 阿龙 去市场顾通知他们 打个电话告诉你哥 好 生意不错啊 你就是老板娘康赖心吧 怎么搁几个泡茶呀 我们不卖茶也 老板娘 我看这家就不错呀 家里有没有货 现在都没有货 你留个联系方式给我 有货我答给你 那也行 走 走 今天他们家不卖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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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 全部给我走 你想干什么 就是这个店 老大 市场管理会的人来了 叫他们来管屁用 老子每天都来 让你店开不成 走 好 小顾 帮我的包拿着我 豆豆 跟上他们 好 都快 我好 姐 是韦尼 就是他们干的 开门 开门 怎么干的 大马 大马 我是陈腿 话你别急 你慢慢说 那几个人又来捣乱来了 我追他们已经追到 维尼场 肯定是孟可可音干的 话 让你先别进去 我现在就往维尼场赶 快开门 你快点给我开门 开门 谁 到底是谁惹的事 这边 查 快点 现在给我查 哥 是维尼 就是他们干的 谁报的警 是我 我也报了 杜千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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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康乃馨 康乃馨 黄总 康乃馨他们上来吧 杜千姐 杜千姐 你跟我下去一看 孟女士 有人举报 你派人到商业街 康乃馨服装店 去恶意骚扰 导致康乃馨店 多日无法正常营业 稍等一下警察同志 我从来没有派人去恶意骚扰过 你可以问一下你的门卫 我一直追到大门口 三个人进来之后 门就关了 而且怎么叫都不开 如果没有鬼 为什么大白天 厂子门要关着 孟女士 让门卫来一下 孟总 他们现在在司机室 已经有人去喊了 可是 他们不出来 告诉他们 警察在等 让他们立刻过来 晓杨 我是杜经理 你先把门打开 晓杨 我是杜姐 你把门打开吧 杜 杜姐 我不敢出去啊 晓杨 警察已经在孟总办公室了 你一会儿见着警察 你就实话实说 谁指使你们干的 你就说出来 你在里边躲着 也是自欺欺人哪 啊 警察同志 我们把人带过来了 那个警察同志 能不能先让无关人员离开 有什么事我们等一下慢慢说 一会儿当事人来了 我肯定会让他们如实招供的 我就是当事人 我现在需要孟可英 你给我一个解释 康乃馨女士 你指证一下 哪个是你报警的当事人 三个都是 并且不止一次来骚扰我的店 你们三个为什么要去 康乃馨店去骚扰和为 你说 谁让你们去的 谁指使你们去的 现在 如实地告诉警察 跟康乃馨女士 不要连累到我 孟总 是你表弟阿呆 说让我们给你出口气 千万喝酒 不可能买烟呢 蠢东西 我堂堂堂堂做生意 又你们干这么下三连的蠢是吗 警察先生 这件事情确实跟我没有关系 康乃馨 我用人格给你担保 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指使的 他们打扰了你的生意 给你带来了不便 我先跟你道歉了 等一下我会把 所有去你店里闹事的人 都带到你面前来 当着你的面跟你道歉 康总 是我的人不懂事不懂法 他们给你店里造成的 所有损失 我全部赔付 对不起 康乃馨女士 你回去算一算 他们共给你造成多少损失 通知所有参与者 一会儿到派出所集合 康总 实在是不好意思 你大可以说这件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但如果你管不住你的人 如果他们还去 骚扰我的店的话 我绝不客气 警察同志 如果我个人或者我的店 受到人身安全 和财产安全的威胁的时候 就是孟可英所为 康乃馨 你可以 你现在已经把我看得 十恶不赦了是吧 但是再怎么样 我也做不出这么低级 下流的事情 你做的下流事 还少吗